今天我拿了一雙 特別的鞋子回來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歡迎收看威爾人為的頻道 我是Will 在我頻道裡面我介紹過了許多的鞋款 不論是Nike還是NB 那到底哪一雙才是對我最有意義的鞋款呢 今天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影片開始之前呢 還沒訂閱我的沒有關係 影片看到最後 如果你們有喜歡的話 再訂閱也不遲喔 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那剛剛提到最有意義的意思 不一定是最貴 也不一定是最好看的 而是它對你的人生中 有沒有任何一點連結 像是還是學生時期的時候 有哪一雙鞋子 是你那時候覺得真的非常好看 很想要買 但礙於還是學生 所以沒有那些多餘的錢可以將它買下來 基本上來講就是一個回憶啦 而我就是有一雙這樣子的鞋子 它就是白色的Air Force One 相信大家對白Force一定都非常的有影響 這雙鞋子應該就是我學生時期的一個縮影啊 還記得那時候腳上踩著一雙白Force 你就是全場最帥的那一個 我這次除了將它買回來之外 我還拿去客製了一下 我應該叫它變形從染布客製款嗎 那在介紹這雙鞋子之前呢 不免俗得要先來跟各位簡單聊一下 Air Force One的歷史 Air Force One於西元1982年的問世 是由Bruce Kirgo所設計的 你沒看錯喔 這雙鞋子已經問世了將近40年的時間了 雖然說現在大家看到的Air Force 已經跟潮流脫不了關係了 但起初Air Force其實是一雙籃球鞋 在Air Force One問世以前啊 那時候籃球技術無法滿足當時的籃球運動員 所以那時候他們都必須穿著三到五雙襪子 才可以真正達到緩震的效果 直到Air Force One的出現 徹底改寫了當時的籃球運動 它也是首度將氣墊放進鞋子的第一款籃球鞋 那在當時啊 Nike找了六位NBA球員來一起推廣這雙Nike Air Force One 分別有Moses Malone Michael Thompson Bobby Jones Calvin Nett 以及Jomel Wicks 還有Michael Cooper 在當時這六位被稱之為The Original Six 那說到Air Force的廣告啊 不得不提的是在2007年Air Force 25週年的時候 Nike以最初六人為靈感 再度挑選了當時在NBA發功發二的球星 其中包含了Kobe Bryant LaBron James Rush Wallens Amaris Dartmire Tony Parker 以及Viz Carter 重新拍了這支廣告 MING PAO by bwd6 可想而知Air Force 1在历经了25个年头之后 还是一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历经了多年的演化改变 Air Force 1早已不是那个纯粹的篮球鞋 无论是潮流、运动、生活 它的存在早已跨越了无数个领域 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 在当时Air Force 1在发售之前 有举办一个体验会 当时还在Nike担任合作架构的 传奇球鞋设计师Tinker Heffield 也是其中一名测试员 当时Tinker就被Air Force 1的性能所经验到 之后才转去球鞋设计的这个领域 日后也才成就了这名伟大的球鞋设计师 这真的是超级酷的哦 所以要说有Air Force 才有Tinker后续所设计的所有鞋款 其实也不为过 那把重点拉回鞋子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双客制鞋的由来吧 起初我是在逛街的时候买了这双白FORCE回家 一直都没有去穿它 直到有一次在社群网站上看到 这位BC有在帮人家客制鞋款 那从他的社群来看啊 他也几乎都是客制白FORCE为主 那时候我就看到他的客制鞋款之后 我就觉得哇塞太屌了吧 然后我就去私讯他了 那我就稍微跟他谈了一下 客制鞋的细节啊 然后价钱等等的 那讨论过程整体来讲都还蛮迅速的 我就是拿他之前客制的鞋款 来去跟他做讨论 再跟他补充说我想要改哪里 过没多久我就直接把我的这双 原本还是白FORCE的鞋款寄给他了 那从商品寄出再到他制作完成 再将商品寄回来 大约是17天的时间 这17天包含了商品来回寄送的时间 以及他手工制作这个客制鞋的时间 我个人是觉得以这样的手工程度来讲 已经算是超级快了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鞋子本身 整体的颜色主要就是以原本的白色 以及蓝蓝布料的深蓝色 作为主要的颜色搭配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 深蓝色这个颜色 布料上面则是印上了变形虫的花纹 在低调的白FORCE上面增添了一点优雅的气息 那他们客制的方式啊 就是加一块他们自己加工的蓝蓝布料上去 那因为是布的关系啊 再加上鞋子穿一阵子 它是会变形的 所以穿久了 布会因为你的皮革变形 而有脱落或是脱线 以及起毛球的这种状况啊 那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也有直接问过这位客制师 那他那时候就是回复我 刚刚我上述提到鞋子穿久会有的一些问题 脱落这个部分啊 他有提到脱落到一个阶段就会停止了 那我自己穿了一阵子下来啊 我发觉也确实是如此 就最多脱落到我现在目前的鞋款这个样子而已 那我自己看久了啊 这种微微脱落的感觉 其实也别有一番风味啦 有那种旧旧的feel 那如果啊你是脱落到太严重的人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BC这位客制师有提到 假如是脱落到太严重的人 是可以直接送回去给他们做修理的 其实就是一个保固的概念啦 他的意思也不是说那种穿得很脏 然后送回去的那种 那种就比较不好意思了 意思就是要保有鞋子的干净程度 然后再送回去给他们做修理 那主要染布的地方啊 我就加在鞋子的三个部分 就是鞋头上方 以及鞋身的两侧 那原本我只是要加染布而已 那最后啊因为怕单调 所以我就请他帮我在鞋带的地方 帮我换成这种 染布的粗原鞋带 那这条鞋带啊 在鞋带头的地方 是用这种金黄色的金属鞋带扣做收尾 我觉得这细节真的是超级帅的 有种画龙点睛的感觉 为这双鞋子增添了一点奢华感 那其他的地方就跟一般的白FORCE一样 没有做其他的变动 整双鞋子就是将我喜欢的元素 放在FORCE上面 算是我人生中最特别的一双鞋子了 那再来讲一下它的价格的部分 我分开来讲好了 还是纯白FORCE的时候 我买一双是3,400 客制的部分包含鞋带 总共是2,000块 所以加起来的话 整双鞋子就是5,400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接着我们进入实着的部分 那最后很开心可以看到 AirFORCE一一直这么屹立不摇 即便到了现在 也一直是各大品牌 所要联名的鞋款之一 虽然说很多都已经买不起了 但我相信这份感动 一定会留在所有人的心中 好那最后的最后 我还想要分享一下 我平时是怎么保养我的鞋子的 因为像这种白FORCE啊 脏掉是一定会心疼的 所以我平时都是鞋子穿回来之后 就会用湿纸巾来做擦拭 再放入你的鞋柜 记得一定要回来就擦拭哦 因为有一些污漬是 过个一两天没有擦 就会非常难擦 或是完全擦不掉的 那我相信只要这样做 就可以保持鞋子一定的整洁度啦 这方式就是纯粹分享 至少我觉得这样做 我的每双鞋子都保持得还不错 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Will 我们下集见 拜拜